我在十六個夏天裡是視野汪俊傑的角色 那他呢是一個比較沒有自信 然後比較壓抑的角色 因為他很喜歡家裡 可是他後來一直就是 費盡心機想去做一些 討好家裡的事情 就是為了他追求他 可是自己一直就是沒有信心這樣子 然後就發生了很多事情 就在中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相信大家都會開始去暗戀人家 那我也不理會 那我那時候呢通常會就是 找時間就一直經過他的那個課室前面 然後就是從穿口罐進去 那就是希望他能夠回頭看 跟家裡滿像的 也是這種就是在學生時代的頭髮 就就到這裡的那種感覺滿清秀的 那時候不擅長就是追求 就是然後家裡也就是不讓我彈人愛 所以我是能夠專心讀書 就是默默的離開這樣子 其實很不一樣吧 因為俊傑就是一個看起來就是乖乖的 然後也不上場去做任何的活動 參加任何的活動啊運動啊什麼都不會 那跟我就是完全相同 我覺得實在 我幾乎對頭髮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每個星期就是可能會一直換髮型啊什麼 然後口袋一定會放數字 覺得有點太呆了吧 然後其實有些人講可愛 有些人講好醜喔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挑戰 就是我可以去接受他 然後去用他來表達很多他內心的事 那我希望大家透過16個夏天能夠找回初戀的感覺